3月21号,全球首列轻能源试域列车在长春完成了时速160公里满载运行试验,首次实现了轻能列车全系统、全场景、多层级性能验证。 试验过程中,列车每公里实际运行平均能耗仅为5000瓦时,最高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以上。 该列车由中车常客股份公司自主研制,采用四辆编组,最高运行时速为160公里,列车内置轻能动力系统,为车辆运行提供动力源。 2022年12月,该列车在成都下线时曾引发业界广泛关注,此次实验是其最后一次实验。 轻能轨道交通车辆具有清洁环保、运维简单、建设周期短、固定投资少等优势,具备高速度、大运量、快速乘降、安全智慧等特点。 王健介绍,该列车大致是介于地铁与高铁之间的一种交通工具,适用的最佳线路长度区间为30公里至500公里,其动力特性与适与交通要求也较为契合。 王健介绍,该列车采用了中车常客自主开发的 轻电混动能量管理策略和控制系统,实现了整车控制的深度集成,大幅提高能量利用效率。 据了解,中车常客股份公司曾于2023年底承担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轻能驱动时速250千米级高速列车关键技术。 这款轻能源适于列车的试验结果将为轻能动车组的研制提供关键支撑。